Hello 我是李小叔 这是拇指和弦的第三个视频 我刚刚连续拍了两个 现在第三个 如果前面两个你找不到 你就想办法找 或者是韩文医生 我帮你 好 这个视频 我再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刚刚那个也是不恰当的例子 这个不恰当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用一些拇指和弦的进行 来弹一首假装指弹 好 这里面前五个和弦 都是拇指和弦 应该是吧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对 前五个都是 那你先不用管它怎么按 你可以看上个视频 然后你去发展出 你自己的一套 它的精神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拇指和弦呢 因为你看 如果你弹的是大横暗 你就不能再做别的事情 但如果你弹的是拇指和弦 你就多出了一些手指 可以做别的事情 所以它就是带着根音的 假装指弹的一个思路 你必须得学会拇指和弦 好 我做个例子 为何的声方 在不必须得学会担心 在不必须得学会担心 在不必须的地方 你才是我弹的地方 在不必须得学会担心 你必须得学会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